先画一个长的 好 这些瑞斯也画完了 现在呢 我就开始画叶子 画叶子 画叶子的时候注意 要起到可以衬托它们的作用 起到衬托这个花的作用 首先呢 我先画一些主要的叶子 等一下这个 画完之后 您发现需要加的再加 首先是大概画出主要的叶子 这个叶子呢 咱们采用这个花青色的组合 画青色 里面有些绿色也没有关系 主要是你画青色的 笔尖上啊 刮一刮之后再沾点浓的花青色 然后加一点墨进去 先画一组主要的 这一组合 这一笔 涂上 朝下都可以 倒点墨 沉托的 这一块 花下叶子 花下了 好,大概的叶子先花这么些 等一下如果还需要的话 可以再添加 还可以再添加 在这再来 摆下叶子 好 然后 就把这个花瓣 把它衬托一下 也是淡的花青蒜 这是拖它的 不是钩的 钩的 是用隔天笔 这个笔是 衬托这个花瓣的白 稍微带点侧风 随意写一下 听着 看清楚这个 这笔 我说太浅了 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 随意点 这构在里面 画在里面或者外面 都没有关系 这个 画包 这个颜色啊,不要太省一两袋 这个黄花就不用,嗯,这样,杜鹃花这个白色,基本上就化完了,然后,嗯,可以勾一下叶金,拿蘑菇,带颜色的啊,嗯,以前我说过是用这个, 这个,趁它湿的时候就可以勾了,那是墨的,这个叶子,您勾叶金的时候,一定从它干了之后,这个,墨的就是,阴的啊,比较厉害,看颜色的,会更容易阴的, 叶金就是要做的,血液的勾出来,也没关系啊,自然一点,啊,有同学, 喜欢,啊,溜着这个边,啊,一点不漏的,完全按照这个叶子的形状来过,那样,现在太笨拙了,太白了,嗯,不许浅在眼睛吧, 像写草书那样的用,啊,所以啊,画本一定要练书法,您书,书法练的好,这个,功力自然画在上面,这个,笔处自然就好看了,啊, 好,啊,大体就这样,然后呢,因为这是,呃,两种颜色的,啊,它是长在,两个树枝上面,啊,两棵树上面,所以啊,要,画出两个树枝,嗯,呃,首先呢, 我用这个大的,拉好,啊,穿回来,嗯,树枝我打算用墨,啊,用墨,先调一些淡墨,啊, 那这样呢,的大枝 seems like the opposite in between, 颜粗的树枝啊,您调这个颜色,您稍微地适应的, 是细的树枝 颜色的 queen is elian,好, 册坤用笔从这儿出, 额,到这上面,颜色可以稍微适应 然后这些旁边这个树 这个有块 细树枝中锋用笔就行 一边画就把这个叶子点了 还有这个花颜色的 这个树 稍微细一点 这样出 让这两个树枝有一个 不想交合这个交叉这样的过程 不想交叉 找上去 鼠指上 开点 好 这样两组就画完了 然后需要画一个冻的这个 就填上燕子 换一只燕子 那我打算拿 放两只吧 放两只小燕子 参红入 背 试吧 试到一只 尾巴 这个燕子 还有一只 往前面一点 背 翅膀 翅膀尖 尾巴 肚皮 软子 点上眼睛的嘴巴 好 这样两只小燕子也画完了 拆掉 最后检查一下 没有画到位 再加一些 稍微淡一点的叶 不用加墨的叶 也可以更加 烘托出这个 花瓣的白 而且还可以 完善一下构图不足的地方 嗯 这是这个叶子 浅一色的叶子 被烘托的作用 被烘托的作用 好 基本上呢 啊 可以了 再跨切 看看有些地方的树枝 可以再加一点 加一些细的树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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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上去 嗯 到这儿 啊 把这个整张画面 这个 气啊 给它收入 要不然 这块啊 打得太开也不好啊 国话讲究开核 啊 啊 这块就是等于把它合起来 点上 抬点 这个细的过 有醋有细 好 这个树枝基本上也已经化完了 啊 这个淡的这个叶金 也可以不用勾它啊 就这样 也可以用淡颜色的这个末 啊 拌干的手勾一下 嗯 就行了 然后呢 基本上呢 这张画就画完了 嗯 画完了 最后就是小燕子 这个肚皮 啊 用淡的 这个朱砂色 啊 淡朱砂色 嗯 染一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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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染的时候是 这样的啊 拿这个中的中的中的大小的白云笔 蘸水 笔尖上 一条 淡的这个朱砂 逐渐啊 前面身后面是起的 嗯 有一个色阶 把锅度一下 上面一条啊 您画的时候握笔 对准前面一条 这样出来就行了啊 嗯 如果阴的话 您可以拿一张这一次啊 拿一张笔 这个 吸一下这个啊 吸一下 它就不会再阴的太厉害 淡淡的 直上色就行了 嗯 最后提字啊 写上字 呃 字就是 如果您这个地方大 多写一些啊 如果地方不是太多的话 就少写一些字 啊 这个字呢 咱们就写个春花浪漫就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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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画就画完了 嗯 同学们 嗯 今天就讲到这儿啊 下次再见